你身邊有沒有一種人是 天啊他好討厭喔 怎麼那麼表啊 做什麼事情都很做作 有啊 總後面 我覺得女生裡面應該還蠻容易的對不對 最常聽到的是綠茶表吧 就是男生 為了男生 對那是最容易 可是我覺得有一種表是在老闆面前是一回事 然後在自己私底下 員工面前是另外一回事 那也超討厭的 因為很不真實啊 然後我覺得最歐的就會是你把他當朋友 結果他背後 同名道 對啊那不是很過分 那你覺得 女生的友誼是兼顧的還是不兼顧的 我個人分段為 學生時期的可能可以長久一點 職場以後的比較困難 我覺得女生其實比男生更容易見色旺遊 有了老公小孩之後其實人生就不一樣 所以婚後完全就是女生轉性的一個開始 我覺得出社會後到婚後的友誼 好像會比較脆弱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有一種關係是最難長久的 職場上的關係 就是職場的友誼是最難的 因為職場的友誼好像 有利益關係吧 對 我覺得是這樣 今天只要利益不是對那個女生好的話 他通常都會翻船 因為我剛其實有講一個是 我以前剛出來工作的時候 去一個記者會 然後去那個記者會的時候呢 A小姐就已經走進去了 說你嗨你好你好 嗨你好你好 那經理你好你好 就走進去了 結果我要進去的時候 我就說嘿你好我是陳欣欣 然後那個人就說 喔你要再十分鐘喔 你先等一下十分鐘 那時候我年紀很小 所以我其實是有點生氣 而且有點惱羞成 會覺得怎麼這麼沒面子啊 他跟我認識 A小姐已經走進去 結果我卻被擋在門口 那時候真的有點不甘心 但是講白點就是 我不夠紅 所以 他不會把最好的資源給我 這樣講你會覺得自己好像很負面 可是其實說真的 回到我們這種工作的本質 就是你能夠在某個聲望越高 或者是你的黏著度越高 當然人家對你的態度就是不一樣 但是當下其實 你沒有辦法把這個情緒消化的時候 就會把所有的情緒 都表現在臉上 結果我就走出來之後 對 C小姐就說 欸欣欣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怎麼看你好像有點不開心什麼的 這樣他就坐在他的位置上 這樣講這句話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喔你這樣剛怎樣嗎 公關鍵把我擋住了什麼什麼 然後他就說 喔你不要生氣不要生氣 這種事情 這種事情常有的 然後呢當天他回家就發了一篇文 他就說 他覺得女生 有很多女生都是小女生心態 面對這種事情的時候 就把情緒表現在臉上 他把Naked等於是 發生過 然後告訴大家說不要這樣 我當然知道 我的這個行為很不OK 可是那是在那個現場裡面 我也知道有點可能沒辦法控制 然後把這件事情抱怨出來 但是我也沒有對著那個公關本人發 我是氣我自己 然後他看到我的表情不對的時候 他問我跟他講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 哇你超X的 就是真的 就是真的很討厭 他把我當界定寫出來了 我真的覺得職場上 要交到真心的朋友不是沒有 但是就真的比較不是那麼容易 然後我自己秉持的點就是 我最多要負責的是上司 嗯 因為我覺得 你最後還是 工作是為了賺錢 當然有可能是你的興趣 可是你就是負責好你的工作 那上司肯定你 你這樣會有你的路可以走 嗯 那我相信一定有很多 很公式公辦的人 他會讓旁人不是那麼喜歡 嗯 可是其實你回頭想想 如果我是老闆 我其實非常喜歡這樣的人 因為他做事很認真啊 所以他跟別人處不來沒關係 因為他有達到我要的績效 他有達到我要的工作成績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很有可能會遇到這樣 那你覺得 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在一個團體裡面 突然間有點負面情緒 這情緒其實是你跟 可能跟A小姐B小姐 產生一點點矛盾 可是你們要在一個同樣的團體裡面工作 比如說你是老師 你要去這學校教課 明明就會遇到他 你要怎麼辦 我目前有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假裝沒看到 我爸媽其實從小就是教我們說 你跟人家不要在外面 起衝突 對 所以 有時候遇到事情就說 好算了算了就這樣就好了 你也不要去在意說 別人怎麼想你 我覺得這點也蠻重要 因為嘴巴打在人家身上 然後再來是你怎麼做 他討厭你 他就是覺得你就是討厭 對 你怎麼做 他還會說 他還要想要跟我裝好 要跟我打招呼 他就是不想跟你打招呼啊 所以你就乾脆就算了吧 我覺得 我覺得是耶 因為其實 我就是這個點過不去 我覺得 我對你那麼好 你為什麼討厭我 我常常會有這種想法的人 假設 A小姐不理我 或B小姐不理我 我發現在這團體裡面 是這樣的之後 我會有點受不了 會覺得 為什麼我明明對你那麼好 而且你以前是無話不談 對 為什麼現在變這樣 那有沒有人說過你很利益 因為其實你剛剛有說過 你是專注於眼前的事情 只要不要影響到你的工作 然後你現在只要不得罪 你的喪失的情況下 什麼其他人都怎麼講都沒關係 但會有人覺得說 欸小綠就是一個 就這樣比較重利益的啊 好像對他有好處 他才去 其他他可能不理人家 我沒有遇到這樣子 但如果你這樣講 我的想法是 這樣子做 你有沒有得到好處 然後這個好處是不是你需要的 或是你想要的 我同意 因為有一次在喝醉酒的情況下 就有一個女生說 XXX說你很利益 就說我很利益 然後我當下聽起來心情心裡很受傷 一定的啊 然後後來才有一個人說 我覺得第一這兩個字 反一個方向講沒有壞處 靠近你的人都知道說 他可以跟你合作 或者說靠近你 有得到什麼好處 那你也是因為你只專注做這件事情 所以其他的事情 你不跟其他人交往的 你只做可以往前 往上一個級別 跳的東西你才做 那我覺得想一想 對沒有錯 因為在人有限的時間裡面 如果我花很多時間 去八卦別人 去教小團體 對 然後去講一些 阿力不雜的八卦的話 我就把我 一天就是四小時 我可能就花了八個小時 做這件事情 剩下時間追劇 跟老公跟小孩相處 就更沒有時間做 自己真正想要做那件事情 我只做 可以讓我加分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像你說的 最後那個結果是不是你要的 對啊 因為人總是會有自己的夢想 或理想 所以如果你可以先達成你的的話 那你也沒損失啊 對啊 我覺得人儘管是這樣 然後你總是會遇到和的人 對 所以你不用 太去擔心說別人會講你 你好相處 他就願意跟你工作 對 他就會覺得說 這個人比較好溝通 那你說我跟誰好 我不得罪誰 可是我也沒有必要說 我要很巴結他 我沒有就是用一般 我相信你真心交朋友 人家已經會感受得到 感受得到 對 我也這麼覺得 那你有沒有過就是在一個圈圈裡面 可能像你說的一文圈裡面 然後你本來跟這個團體的人很好 可是突然間這群再也不理你了 我 我遇到過工作上最大一次的困難是 我們原本是覺得大家很志同道合 就是要一起做很多事 可是慢慢就是他們會把你的生活都綁住 他甚至會限制你說 你只會在我的這個範圍裡面教學 或是在我這個圈子裡面 可是就變成說你想要去做其他事情的時候 他會說他覺得不OK啊 或是什麼這樣 那就發現說生活好像有點被綁架 被制約了 對 所以我最後是 情感勒索 對 我最後是跳開來 所以我那是我 我覺得那算是我人生第一次失業 因為我把雞蛋放在同一籃 就是我覺得我們志同道合 所以我才都把它投注在這裡 所以我一離開之後就 沒有工作 沒有學校 對 我那時候覺得也是蠻傷心 然後我就也遇到 就是剛剛前面講就是 我以為只是 我就是把工作交代清楚 然後我就離開 不傷害友誼 對 嗯 就是傷害友誼 然後就遇到那個 我看到他 然後他曾經是會跟我講一些小秘密的人 就忽然 就離開 對 然後就走掉 他選擇支持他接去的朋友這樣 可是我後來就蠻釋懷 因為這是道不同 不相為懵 你就會發現說很多做的事情 不是你這麼想要的時候 你一直勉強在那裡 你好像每天都會覺得我生活很亂糟糟 然後我不想做 可是我又不得不做 然後我就會一直 抱怨 那你有朋友變上司 或朋友變下屬嗎 或者是親戚 然後變成工作夥伴 我覺得親戚變工作夥伴 是很討厭的 你知道那時候我開公司的時候 我爸一直叫我什麼表哥表妹 阿姨的叔叔的小孩 怎麼來這裡打工啊 我們就不想要 我們就還是上網應付這樣 然後我爸不能理解 他說你這個就要用你自己認識的 但是我真的覺得 我就是不能用自己認識 因為我今天多罵他一句話 他明天就可能跟他爸爸講啊 跟媽媽講 然後也許人家就會說 欸你不是叫你女兒怎麼樣一點嗎 對啊對啊 我們又不是說怎麼樣遲到 為什麼要扣全情呢 為什麼要怎樣呢 我覺得那更難管教 我覺得親人跟朋友在同一個職場裡面工作 都會滿有壓力的 我覺得那很有壓力 如果你的朋友是上司 然後你是下屬 我覺得要公司 真的要很分明 我覺得如果是朋友 是親戚 真的就不要在一間公司 然後也不要把他找進來 除非你有夠強大的體系 是可以管住這些人 對 或者是小本經營或什麼的 不是那種大公司制度下面 我覺得親戚就是不要進來 最後呢 只能跟大家講的東西是 就像是談戀愛一樣 我們到最後要跟朋友相處 其實是只能選擇最合適的 而不是跟最喜歡的那一個人 因為最喜歡那個人 他的各種觀念 跟各種處理事情的態度 也許是跟你是不相合的 所以你才會追求 不管你現在在什麼學生時期 或是出社會啊 職場啊什麼的 就是你在交朋友上 你當然會付出真心 不要期望別人要跟你有 同樣的反會 因為這樣子通常是不會真的交到 好的朋友的 好啦希望大家呢 如果有遇到任何 就是在團體裡面被排擠啊 然後或者是身邊有很表人 出現的時候呢 都用平常心去面對 因為其實不管在任何一個階段 學生出社會或是婚後 這種人都有 因為婚後可能最直接面對 就是小姑級別的 哈哈哈哈 那種家裡的 對不對 希望大家可以用平常心面對他們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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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ideShot